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辣椒类的农药残留量超标率高达六成四 都比政府抽样的结果还要高 你买了 你图一个新鲜 你图一个便宜 下场自己要承受 像是台北虎林街市场某一摊的小白菜 分谱泥超标150倍 百利普分超标140倍 萧继会提醒大家 农药残留的魔鬼都在这些地方神出鬼没 像小白菜 你最起码切了两公分 因为它头上那一块 反而是农药含量比较高的 汤匙菜的那个叶饼上面 也就是凹下去的那一块 小白菜也一样 青江菜你买到的像这种的话 基本上它已经清洗过跟剪掉了 但是它的每一页下面 你可以看到有土的 所以它只是拿清水冲洗过 然后呢就把它拿来包装 青江菜这个像汤匙的凹槽 更是农药残留的老巢 洗菜不能随便冲冲澡 知人知面不知心 洗菜更要洗到心 华世新闻黄米会陈建安台报道